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旁的张瑜接上了 那要是为了我呢 两人说打情骂俏 你觉得这新闻可信度有多高 什么可信不可信 就是真的呀 他发布会上的对话呀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两情相悦的可信度有多高 光美你问出这种问题 说明你对这俩同道还不太了解 其实我挺喜欢宋祖泽的 就是说 当然没别的意思 因为他还没做变性手术是吧 变完再喜欢 不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 我就是说宁可喜欢禽兽 但是我不喜欢衣冠禽兽 我就在北京大街上溜达的时候 只要看着那个小狗穿上衣服 我就从就浑身起绝点了 这衣冠禽兽是吧 有意思是宋祖德不是衣冠禽兽 他就去了衣冠了 对对对对 我为什么我碰碰得过衣冠禽兽 就是二十多年前我参加一次作家的笔会 然后呢 其中 就是说有这么一位作家 是在一大学教书 很有名的大学 然后呢 就我吧 一般是 就是越 越有这场合里 越有女士 或者是美 越是美女 我好像越愿意那个口无遮拦 这我了解 但是他呢 就居然能跟会议的主办方说 说这个哲人杰是一个 就是说是不好的人 人家说怎么不好 他就说是不尊重 那时候叫女同志 不尊重女同志 就是 可是呢 就像我这样的人 倒真的还没怎么着 结果那天晚上开会 我就出去了 结果就看见这个教授 就是这大学教授 就和这个一个 长得挺漂亮的一个 一个女作者 然后就是 在草丛那边 不是吧 没有别的地儿 因为都是好几个人注意 就被我撞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在草丛里 就是去方便去的吧 杀他们身上 对 他们就 就喊了一声 然后就吓了我一跳 最后一看 所以说我就不喜欢这种衣冠锦绍 你说他说这个 我想起我 我听 但咱们咱没经历过 我听好几个 女演员都给我讲过 就有些 老人家 就很有在社会上 特别有身份的人 特别奇怪 就是在这个公开场合 他给你握手啊 他拿这个食指啊 扣你的手心 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 怎么耗这口呢 打枪呢 不是就是 他跟你这么握手啊 就这么 就挠你手心 他有这习惯 都是不同的 是有人的那个姓名 你去在手上听说 那就闹不清 但是这个郑老师刚才讲的 这个禽兽跟衣冠 禽兽 今天这个听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那我忽然让我想起来 这个衣冠禽兽 我还记得我年纪很小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年机会在打工 在一家这个日系的百货公司里面上班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年纪小小 开玩笑 一家新开的日系百货公司来的那个老板 我们的直属上司 就是部长级的人物 全都是要日本派过来的 那那时候呢 他们也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看了我们那几个十几岁的女孩直流口水 但是呢 他们看到我们就是那种完全的道貌爱然 就是完全就是对我们不屑一顾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 都是那种那种少女情窦初开 然后很害羞的看着他们 完全不给我们一点点的机会 也不会就是多看我们一眼 我们觉得说哇 哇这老板太酷了吧 但是现在我对不起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帮日本人呢 真的就是用一关禽兽来解读他们 我还记得大概是在 就是因为我们那段时间在受训 等到正式开幕 开幕之后当然 受训是受训 我们在受训 我们在接受之前训练 后来等到那个这个百货公司 正式开幕了之后呢 那开幕之后 当然就是很其实很辛苦 然后就公司就开了一个 全公司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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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庆祝会 但不是不是 真是受训 这个三杯黄汤香 因为其实日本人很著名 就是他们在上班跟下了班的时候 那个那个嘴脸就是一患 太恐怖 我以前只有听说过 但那一次真的就是目睹了 就是说那个逼我们的女同事啊 就是平常是对我们不屑一顾的 忽然就把他拉到身边去 然后都灌他喝酒 手呢永远都在不该放的地方 哪不该 对 对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 那今天听了郑老师讲就知道 原来衣冠行兽就是形容这帮人 那你喜欢真小人还是喜欢伪君子 我不因为我没有办法辨别 因为他如果是伪君子的话 我想你很难辨别的 就这样我告诉你 你公事通用的 就是这一个人如果做了坏事 生怕别人知道 就是伪君子 不是这人还有救 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 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人不可救药 这个人就要躲远一点 那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 也不怕人知道呢 做了不该做的事 那就是宋祖德 那我肯定也会喜欢他 那喜欢他的 你也会喜欢宋祖德 张玉才喜欢他 光美你还别说 张玉曾经坐在 你这个位置应该是 咱们这间房里 张玉来过我们凤凰卫视 你知道但是呢 发生了一起事件 这个东西没人公布过 我们一位很漂亮 爆料了 爆料 真的 我们一位很漂亮的主持人 前些天请他来做访问 你看怎么犯的 化妆就化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呢 就坐在这 等着嘛 就像你们一样 说做变性手术 也只40分钟 是吗 但是宋祖德 我说张玉呢 他一直讲这是化妆 对 重视形象嘛 坐在那的时候呢 他可能他这个助手在外边看 就说啊 有鼻影啊 什么的 所以我们灯光师啊 一直在调灯光 他就跟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坐着 坐着后来他就有点急啊 就说还什么时候开始啊 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个主持人就跟他说 说现在啊 是给你打灯光 为了把你弄得漂亮一点 如果你不在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一听这话 张玉起身就走了 走到外边就说啊 这这心情搞坏了 不录了 换主持人 你不换主持人 我不录 扬长而去啊 依次未完成的访问呢 不是吧 心情不好 你知道他们跟我说这事 我一下子想起什么 当年我也坐过一回 大概在这个祖国的大西南地区 有那种地方戏曲啊 那种那个晚晚会吗 那就是录像的都都都都都开始了 他这个好多老演员呢 特别在乎什么呢 排次排次序 谁先唱谁后唱 排在第几位特别在乎 可能有一位老演员呢 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呢 演完了走到后台啊 在后台发牢骚 但是发牢骚的 他带着那个胸脉啊 他没解下来 结果全场观众都听见 他在后台说的话 你知道他说什么 情绪不好了 不厌了 情绪不好了 不厌了 我就在想起这事了 这胸脉没关 我也想起一事了 我到一个电视台录节目 然后那个录的过程当中 也不是有什么事了 反正就是说 就停那么一会儿 然后这个编导 一小伙子就跟我说 因为那主持人是一男的 然后说你看我们这主持人 是男的女的 因为我这胸脉 我这个没关 我还告诉你一个 你这个好 就直接一根线是吧 就有那么一方子 千万别戴上 戴上那也不生男孩 老是吗 不设着你的肾 就是说你这没事 然后我就没关 我也不懂 他也忘了这编导 他说你看我们这主持人 那个是男的女的 我说男的 他说整个就是一女的 没关你知道吧 主持人同事又是制片人 然后下来以后 另一个编导 同事脸都变了 下来就 他就指着我这儿 我说你指着我这儿干什么 他那你怎么一关 然后第二天就被吵了 小心 小心话筒 小心话筒 呛呛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 最近还有一个事 让我刚才讲 有些老人家 其实是让我浮想联翩 我不是说他们不是好人 我给你看几张照片 广美 最近福建那边 你看了吗 咱们看看这个照片 就是知道那种 什么歌舞团 你看到处跳那种脱衣舞 其实是走街串户 我觉得都一般都在县乡镇 一级跳脱衣舞 你再看下边 然后呢 就是这些跳脱衣舞的 这女的 河南的团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老人家 什么人看呢 你知道 这个公干把他们给抓了 抓了这些老人家 我就看着真可怜 你说专门从一个地方 就是坐大巴 包着那个旅游大巴 跑到那个乡里去 开了250公里路 是吗 我看到那个数据 现在说开了250公里路 真是跋涉呀 但是 就是图 就是看呢 但是听说一天看四五场呢 这是我看到的数据 是吗 就是一点点 拖四五场连续 还是同样的看四五场 可能是不同的表演 看了四五场吧 开了250公里 挺远的 你就说这些 我为什么觉得挺心酸呢 就是老人家呀 其实有一个性问题 好像说我们一般会觉得我们的父母亲没有这方面的什么意识了 但是实际上啊 确实有这个问题 你好比说你说现在我就想 你说现在有那同床保姆吗 那老头一人在家 然后呢 400块钱就是干活的 800块钱就是上床的 因为他有他的道理 比如这老人再婚的话 他有子女也不同意 这有个那个 医的对问题 但不等于老年人没有这个要求 你知道吗 其实我跟你说 就是说我小的时候 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 我看25岁30岁的人觉得特别老 等我到了25岁30岁 觉得自己心里还很年轻 就是我跟你说 所有人老的呀 都是外表 心都是永远年轻的 都是小的 而且岁数越高 好像怎么需求越多呀 就是有一句话叫 人之将死奇言也善 对吧 其实是人之将死 其性更凶 我觉得你是这日子过好了 你知道像香港人呢 他们每年都 你知道法国 他们会做很多那种 所谓的那个 性行为的那个指数 就是说全世界哪些国家的 那个性行为的次数最高 像香港人 他们就一直每年都是敬陪莫作 为什么地方小压力大 然后就是那个环境 就是不适合你 你你你你你产生 这样子的一个性行为 嗯 那那我觉得郑老师 您真是把日子过好了 越来越像法国人就 对地方大 对地方大 又生活 你你讲香港还真是香港的老人家 多少还算有点去处 你知道我经常在香港 看那个新闻呢 那香港有那个小电影院 最早开放旅游的时候 大陆游客就奔的地方 因为新鲜嘛 实际上那个那种放三级电影的 那种小电影院 拉几小嘎啦的那种地方 观众很大一部分是老人家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经常抬出去的 就是送击中风了 或者猝死啊 整天有这新闻呢 他老人家他也要有个寻个去处啊 你知道吗 就是说要不说看脱衣舞吗 看看也是好的 真的 看看也是好的 就是所以他就看 一看他一下子心脏血压 经常有那个就从小电影院抬出去 这厉害 为什么一般说 要作为演员 死在舞台上是最了不起的 是吧 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男人死在马上风 是最了不起的 在我们这里边最年长的就是你了 所以没办法 你只能作为老年性生活的代表了 是吧 我是正当年啊 对 对我问你老男人不是就老老老人家老公公和老婆婆呃 这个性方面会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早年的女朋友现在跟我岁数应该年龄相仿是吧 嗯 我经常手机收到短信 就最近这一两年比较多的一个内容就是告诉我 他必经了 呃 就是以前的女朋友啊 就不是现在的太太 就是说哎 会发这种短信 他给你发这是什么意思 他给你发这个什么意思 我我其实吧 就我跟他们也交流过 那个 他们告诉我说我我原来有个误区认为比如说女士是吧 女同志 毕竟以后就没有兴趣求了 他们告诉我是原来有一句话叫做那个 三诗如狼四诗如虎 那是说是说女士的 嗯 不是说男男男男男男男人四诗如鼠 那不是那 那是 那是 嗯 所以那个就是说那个 哎 我说到也起吧呀 不是 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人家必经了要发信息告诉你呢 就是啊 我觉得他是这么这个意思前台词是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可以 呃 就是随时是来了 不用算日子了 不用算日子了 那你干嘛 干嘛 干嘛 其实吧 我们年轻人对了对老年人有一个误区 总觉得他们这方面没有需求了 所以这种新闻出来照片也是新闻 那如果全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那也不是新闻了 对吧 对吧 实实实实实实实上有这么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告诉你 现在最新的发明 最新的 呃 科学发现 就是这五天之内的事 一般人怕胖是吧 胖了就不安全了 是吧 是就是说身体不健康 对对对对 实际上是这样的 现在发现 重大发现 就是说很多人是外瘦内胖 就表面看他很瘦 实际上他那个 他看那个脂肪长在哪了 如果只发表很瘦 但是他的身上就有这么多脂肪 全长在心脏了 全长在肝脏了 全长在一线了 他非常危险 就是说为什么很瘦的人也中风呢 也也也什么呢 是吧 他血脂 对还有一种人呢 是外胖内瘦 就比如说日日本那个相铺运动员 他那个脂肪就全长在皮下了 他没有长在心脏上 他血脂什么打鼓唇都不高 所以说岁数大了人 外表看他岁数大 实际上他可能性功能非常旺盛 你说有的时候这个确实是有 我觉得有差别的 你像有的那个新闻说老公公要跟老婆婆过性生活 老婆婆不愿意 老婆婆好像没有了 结果搞的呢 老公公去犯罪 你知道就是我昨天看见好多个新闻 就是说70多岁的60多岁的这种啊 那一下猥亵少女啊 就给你个糖吃啊 到老爷爷这玩 就就强奸啊 猥亵啊 这种你知道上法庭的时候 子女们都怕丢脸呢 没他们家都没人出庭的 我我我我 要要要要要就这么说 要是我我不觉得丢脸 我爸还有这个本质的 那叫犯罪 那叫犯罪 你现在在香港 你记得吗 广美香港抓的 就是说那个叫有一种叫北姑 有一种是上岁数的北姑 40多岁的 我在这就说好像在深深深深水部那一带 往往啊 就是老人家 他早上起来沉淀 早上起来溜弯 都搭这些北姑 就这这种妓女是白天早上上班 他专门服务的就是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晚上可能家里都有人呢 什么就就 而且价钱也比较低廉一年 听说两百到四百 这样子 没有我刚才 四百还低廉啊 是什么日元是吗 港币啊 港币 香港的消费 注意 注意 没有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 刚才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要请问一下 就是很多男人 那你说你真的有那个需求 所以你会去冲动 你犯罪也好 或者是去什么 什么出墙也好 但是但是事实上就是说 对于您您刚才讲 您真的是反其道而行 因为一般来讲 就是男人听应该是与与与 不是与日俱争的 绝对是我走下坡 但是你是走上坡 但是像在台湾 像在台湾有一名 有一著名的富商 黄任忠先生 很多人认识他 像他以前就是出了名的 他晚上睡觉 他都要找很多美女陪他 那一开始人家很多人就说 哇 这人年纪这么大了 还这么的 你知道一夜七次郎 就觉得他很厉害 七次郎 但是后来听说 听说那个陪过他的女孩说 他的钱最好赚了 什么事都不用干的 哦 原来还是个营养辣香头了 不用干活的 你是影射我 我没有影射你 你就是属于外胖的 外强中干净 咱们去报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刚才跟你讲香港 我还准备了两个东西 我给你看看这个照片 一个这个挺有意思 你看第一个 你看这个照片 这是个电脑店 我在香港买的 你看这香港的那个堂楼 破那种破旧房子 但是你看 它也是一个挺好看的图案 你再看下一个 结构很像 香港报纸 那个色情版 每天都有这个色情版 你看到的就是 全弯白骨 全弯白骨 还有北角青龙吗 就是密密麻麻的这种 这种小广告 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 这种卖淫嫖娼的这种服务 而且他写的其实都蛮冠冕堂皇 因为有一次我看他那个广告是说 你你家庭 就是说你房地间有问题吗 他就是属于那种老师 就是说我教导你如何让你的那个夫妻性生活能够更加协调的 这个任务在我们这儿是由郑老师来完成的 郑老师刚才对什么很有体会 郑婚吧 不是 就是这个 我就是说一个 其实这个就是岁数大的人的这个 因为中国马上已经进入老老龄社会了 对 要百分之多少多少的都是都是60岁以上的人 对 这个这个老龄社会啊 呃现在还没提 现在就主播观众什么年轻人是吧 怎么着怎么着 如果如果都进入了真正进入老龄社会以后 老年人的性生活如果不被照顾好的话 就是社会稳定 我觉得就就你刚才说老年也有犯罪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其实其实其实这个我去这个南方一个省签售的时候 啊就是在饭桌上就这个招待我的朋友 接待方吧就就就就说他那时候已经流行这个了 就是呃父亲的过比如70大寿的时候作为孩子最好的孝顺就给父亲找一小姐 啊 已经流行这个了 还有我我到了一个叫江苏楚楚楚楚州吧 嗯 就就这么这么这么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饭桌上那个地方饭桌上全说一个词就俩字 我不知道呃光你懂不懂叫爬灰 啊这也是红楼梦里头的 这是公共和儿媳 这也是老年人的兴趣就无处释放 你看你去找儿媳还不 哈哈哈哈 那个地方你去你去那个地方以后跟你推荐啊 这就是全是这个话题 我看你很快就接替我容认大毒草这个角色了 不是说鼓励老年人性犯罪 我是说呀 不能不看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社会 老人家我在想假想我要老了 我明明就需要旺旺 我看你会有很多分推特 我看你应该叫 eigentlich